这下刀剑也是一样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直抹这个刀剑磨损的部分 但是这个基础面的话 如果说客户里要起来也可以磨 没有要求的话呢 我们一般磨的话 它这个这个基础面靠起来 它就不准了 就靠上靠起来就不准了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直抹刀剑的部分 就是在磨之前的话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旋转拖板放平 放在一个一个水平的一个位置 我们在那个刻度 对起来对到零的位置基本就平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对刀棒插下去 插下去的我们这个刀剑 要对着这个对刀棒的中心 然后把这个螺子锁紧 如果说发现这刀剑斜了的话 如果说发现这个中心斜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微调可以调整的呢 可以左右左右摆动的调整 调整好以后就把这刀剑 把这个对刀棒押下去 而且现在因为看来要抹多大的二角了 我们这里一个半径进给的呢 半径进给的我们这一大圈过来是一个毫米 半径是一个毫米 这一半径的刀剑斜是0.2到0.3个毫米 因为我们这一大个就是20.1 0.1 0.2 0.3 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它积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来调整刀刀的角度 和往前一边的表面 到这个时候再用刀剑斜 在我们一起来调整 但是我们在一起刀剑斜 我最后再用刀剑斜 这用刀剑斜 这一刀剑斜 调整好这个 把这个锁紧 这个地板也要锁紧 一般按0.2 0.3的话 有没有摆住那个速度不是很大 其实这个操作很紧的 它的步驟主要是这样的 这个地板也要锁紧